64 明報 《新華網殭屍玉報道》被指造假 2015年7月11日中國A17 明報專訊 內地一名記者昨日在網上踢爆新華網早前發表的引起廣泛關注的《殭屍玉報道》 圖 清者是假新聞 該記者找到事件中的湖南長沙海關及廣西南寧公安的官員 全部否認查獲類似年期的凍獄 他同時發現 與相關報道十分類似的一則傳聞 早在2013年已在網絡上出現 長沙海關 抹查到過《殭屍玉新華網》6月23日 一篇署名記者李丹發自長沙 題為《酒屍姜》 《殭屍玉串上餐桌 誰知過》的報道稱 記者了解到 一些酒屍凍獄包裝上的生產日期顯示 《殭屍》竟然長達三四十年 在6月的海關打擊凍獄酒屍的專項行動中 有八十後緝詩人員在廣西某口岸查處了一批 比他年紀還大的七十後動獄 不過 關注食物湯泉的內地資深記者 記者和廣獄協引述長沙海關緝詩局副局長楊波說 我們並沒有查到過《殭屍玉》 這是全國一起搞的行動 其他局有沒有查到我不知道 反正我們沒有 也從來沒有對外發布過這樣的消息 廣西南寧海關宣傳課章科長則否認真說過《殭屍玉》的事 更活說過年份問題 他指出 早在2013年 網上就有南寧警方發現封存於1967年的獄的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